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当了妈妈之后 我就放弃了我自己的人生的梦想跟理想了 就变成了黄脸婆 就变成了自己了 也没有啦 规定这样 你今天两位妈妈 同时也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我应该做过去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女神级的 来 欢迎我们的命令老师 首先欢迎黄幽浦老师 老师好 不要人家讲话都不接换 没礼貌 好 来 我们风水大师 陈冠宇老师 老师好 来 接下来欢迎艾菲老师 好 您好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LaLa苏欣妮 哇 大家好 来 接下来阿弥 阿弥 阿弥 好 我真的是女神级的妈妈啦 但是其实两位 还是会觉得你们反而 比当小姐的时候更漂亮 就是当了妈之后 当了人妻之后 更漂亮是没有 因为我觉得青春无敌耶 但是更努力是真的 对 反而 把她继续住 对 是 Ivy妳当初其实是很想去欧洲念书的 对 就在生小孩结婚之前 对 就是跟姐姐以前年轻的时候 十八岁的时候去游学 然后去了好几年 就很喜欢伦敦 然后也去欧洲玩 哦 对 后来我就跟她约好说 我结婚以前 我们再来一次当学生的生活 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大事 每天都是只有念书 然后就煮饭 就在那里我也学了怎么样煮饭 然后怎么样自己生活 然后每天最严重的事情 就是睫毛掉下来 就是生活都是很悠闲 因为当学生嘛 然后所以我就说 我们一定要再去一次 结果就是好死不死 刚好我爸得癌症 然后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 没有人结婚 爸爸就很想要有人可以结婚 就是让他抱孙子 那那时候为了让他高兴 就骗他说 我要结婚了 那爸爸也帮我看了日子 但是那时候的日子是 医生说可能他就会走了时间 对 因为我一直拖 我跟他说要晚一点 结果没有想到 我有避孕期状况下 竟然怀孕了 所以呢 一切都是被架着 就是结婚生小孩子到现在 你也没有办法去念书 我姐到现在每天都说我是骗子 因为她到现在还在单身 还在等我 然后没关系 周一回天等到你 所以其实对你来讲 也算是一个 人生一个计划的改变 也有一点遗憾 所以你纵使现在结婚了 生完小孩之后 你比以前更努力 去实践自己的生活 对啊 可能没有办法说 像以前自由自在想出国啊 想要去夜店啊 或者是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现在我想能做的 我就尽量做 譬如说小孩在念书的时间 我就尽量把我的生活填满 不要说 我没有办法说在那边去看韩剧 我会觉得我在浪费我的生命 是喔 浪费生命的喜举手 现在一枪打中好多人 就是我也很想要那个时刻 可是看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说一集接一集 会害怕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什么 课后辅导 妈妈陪小孩弹钢琴 妈妈陪小孩去学舞蹈 你都会坐在后面等 坐在后面看这样 也是会啊 但是我会尽量就是 让时间会变比较少 譬如说可能离我家比较近的 我可以送去以后 我可以再去做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妈妈真的在交通 在等待 等老公 等小孩 一天就过了 对 等掉多少的青春 没有青春啦 青春的尾巴 是啦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是真的 虽然他们成长了 可是我们一直在退步 妈妈好像就是要成就老公 要成就小孩 然后才是一个妈妈 那我尽量在做 但是我也不想要 因为这样子我失去自我 也不想退步 对 其实你心里怕什么 不知道耶 是问得好喔 怕 怕老公更有成就 怕孩子长大 又回头看妈妈 对 应该是 就是像老公一直在进步 就不管是事业 或者是做人什么的 包括连他的外在 虽然老了 但是可能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男人味 然后我会怕说 自己除了满口妈妈精 没有成长 每天都跟他讲 柴米油盐 酱醋茶酱 尿片 那些我就会 觉得说自己是不是 应该要检讨一下 所以我更认真的去运动 然后如果我有时间 我就会去上个插花课 然后做个布雕花 或者是 什么雕花 布雕花 现在很流行做的布雕花 可以放一两年 然后或者是 甚至我去学做手工包包 就是虽然那些没有办法变成 可能我以后的事业 但是我会觉得 我每一天都有成长 就是我每天都有在学习 然后最近有在想说 要去考健身教练的牌 健身教练的牌 对 执照 就是想说万一有天失业的话 可以教课 因为我自己爱你 你是教跳舞还是教什么 我想就是教练 就是个人教室锻炼这样子 真的喔 这个蛮好的 真的要学多久可以考 或者要考什么内容 这个就是有学科跟数科 就是有一些 就是可能你的人体的构造 一些肌肉的 然后一些原理 然后要加上你的饮食的配合 然后这些是比试的 比试完以后 还有考你的 就是你的体能 数科的部分 对 对 然后还要你要学心肺复苏 那些CPR都要汇 林哥 你也蛮适合的耶 对啊 我也觉得 CPR你已经汇了 然后 其他的应该都还好啊 数科学科 这个问题是什么 你们两个要念书 我们两头鸡 三头鸡 到底哪边两头 哪边三头 所以要用功咯 我都记不起来啊 就三头鸡会比较 比两头鸡贵一点啊 我是不知道 我是觉得我骨鸡蛮好吃的 够了 是要让自己进步 对 让自己进步比较有安全感 对 是安全感 也不会说所有生命里面 只有老公一个观众 希望他给你拍手 结果他都没有理你 失落感就很重 对 因为以前我就是曾经这样子过 然后觉得每天好像等爱的女人 每天就在那边等 等老公回家 等小孩下课 然后每天都不知道在等什么 我就在想说 然后老公回家以后已经很累 可能他也不跟你说话 然后他就去睡觉 然后你就会觉得 满腹的怨恨 一直看着天花板到天亮 那我就觉得不行 就是我觉得你要改变别人 不如改变自己 所以我让自己忙一点 就现在都他看着天花板 到天亮你都还没回家 旁边这个老婆怎么还不躺下来 对 慢慢的有这种迹象 因为他也不会管我 但是我们妈妈就会有责任感 觉得说小朋友回家了 一定要看到妈妈 因为以前单亲嘛 就是觉得一定要让小孩 就算爸爸不见了 可是妈妈一定要给小孩 足够的温暖 对 我自己要把我自己弄得美美的 我的外在 我的内在 都要做得很好的 我不能够失败 因为他爱护自己的结果 所以我们把他列到这边 而且是给他列到70分去了 但是一般在人像学里面会讲说 瓜子脸是不是说会比较孤单呢 有人会这样子的讲法在人像学里面 那是因为没有人品牌 他在爱护自己 在成长自己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旁边帮助他 或者挺他 或者给他鼓励的话呢 他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孤单